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香菜是很多人都爱吃的提味菜,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但是香菜不容易保存,采买几天就容易枯黄、腐烂、变得不美观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香菜的小妙招 就算放酒也不容易枯黄或变味,能较持久的保持新鲜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方法一 首先,我们将香菜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要将香菜根部的泥葱洗掉 如果有黄叶记得要取走 然后烧开锅中的水 再加入一勺盐 将香菜放入锅内焯10秒钟 记得不要超过10秒,不然会影响香菜的口感 这样焯水能够去掉香菜表面的有害残留物质 接着马上将香菜放入凉水中浸泡 接着马上将香菜放入凉水中浸泡 挂完后是这个样子 两天后将香菜取下 这时候香菜会变干而且变得脆脆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将干香菜放入保鲜袋内密封起来 然后放在干燥的柜子中保存 记得要闭光 这个方法能够长期保存香菜 要吃的时候随时取出来 然后用稳水泡开即可食用 保证香菜的口感保持鲜美 方法二 首先我们将新鲜的香菜简单的冲洗干净 如果有枯黄的叶片要将它取走 然后连根蛋液放入保鲜盒内 再倒入过滤水 一定要掩盖整个香菜 密封后放进冰箱冷藏 记得每六天要更换一次盒子内的水 这个方法能够保存大约三个星期 拿出来时就像刚买的一样新鲜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